这个拜登跟这个菅义伟的见面 那根本就是美国强迫跟主导 日本他哪里甘心去输敌 四岛的危机还在那里 所以这是北边的敌人 北方四岛 西边的敌人呢 中国大陆从钓鱼台 加上抗日的 这个历史情节跟现在帮战略地缘的一个冲突 所以他是被逼得压着上架 那韩国给你还是 没有韩国给你没发生战争 那不错吧 那美国只能玩的傀儡就是日本 所以马上很现实 再过两个月 日本的东京奥运要不办 美国中国大陆来不来 然后从日的交易 这么大的市场 你还要不要 所以美国这一招 也只能是 虚声统和的力量很大 管日本首相是不情不怨 也不敢